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在第十二章第三十七到五十一节经文的内容 大致提到以色列人正式离开埃及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南丁的人数约有六十万 而整体的群众加上有超过二百万人 他们在埃及一共住了四百三十年 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提到一些守愚哲的条例 例如奴博、故宫、寄居的外邦人 是不可以吃愚哲晚餐的 除非他们受了葛礼 在遵守愚哲晚餐的时候 也要留意不可以拿走 要在一个房间里面吃 吃的时候羊骨也不可以折断 以色列人要成为奴华一个很大的军队 并且他们要按照摩西和阿伦的意思来行 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 我们先一起低手祈祷 听我爱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将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 你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使他们能够在神灵的印度当中生活 神来求你都比我们好像以色列人那样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让你成为我们军队的元首 保守我们 也都让我们去纪念余节的时候 即我们今天所守的圣餐的时候 能够紧记你的怀疑生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阿们 以色列人 以及众多的羊群 牛群 和他们一同上去 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 敲成无膠饼 这生面是没有发教的 因为他们被催促离开埃及 不能担然 就没有为自己预备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四百三十年 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全军从埃及地出来了 这是向耶和华守的夜 这是向耶和华守的夜 他令他们出埃及地 这是以色列众人西西代代 要向耶和华守的夜 如月节的条例 耶和华对摩西和阿伦说 如月节的条例是这样 外邦人不可吃这羔羊 但是你们用银子买来 又受过割礼的牢牧可以吃 寄居的和故宫都不可吃 应当在一个屋子里吃 不可把肉带到屋外 骨头一斤也不可截断 以色列传媒中都要守这礼仪 若有外人寄居在尼那里 要向耶和华守遇月节 他所有的男子无要先受割礼 然后才可以当他是本地人 容许他守这礼仪 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羔羊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当守同一个条例 以色列众人就去做 他们照耶和华 吩咐摩西和阿伦的去做了 正当哪日 耶和华将以色列人 按着他们的队伍 从埃及地领料出来 在第十二章 第三十七到五十一节 的经文重点 提到以下两方面 第一方面 提到以色列人在他们真正 他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起程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以及都记录了他当时要守余节 的时候的一些守则 更加是说到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时候 当他连带他一起离开埃及的时候 那些不同的族群的人数 其实有超过二百万人 那么大量的一些人口 当时都令到埃及真的很惧怕 另外一个经文重点 就是耶和华上帝 要在以色列人当中 建立他的军队 耶和华是要在守折上面 要同化一些外族人 令到他们都要先守割礼 然后才可以吃鱼节的羔羊 在当中要让那些外族人 都有机会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份子 在第十二章 第三十七到五十一节 的信仰生活反思里面有好几点 第一方面我们想到 神是欢迎所有人 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 就好像当年跟从以色列人 一起去守折的外邦人 寄居和不同族群的人 一样 到底今天我们想到 会不会我们都可以邀请更多人 来到教会里面 让他们都成为神的家里面一份子 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去到教会 向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融入教会的生活里面 使得教会里面越来多人 越来越壮大 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 第二方面我们想到 首预折的时候所吃的羔羊 骨头是不能折断的 这方面象征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钉身在十字架的时候 其实他的骨头都没有被打断 原来耶稣就是预折的羔羊 他就是这样为我们去牺牲 在旧约的时候 在出埃及的时候 已经预言到 新约耶稣如何为人牺牲 这就太奇妙了 然而我们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当我们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 都多谢耶稣为我们来牺牲 第三方面我们想到 就是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好像当年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要兴起军队 所以今天上帝在教会里面 他都要兴起军队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成为军队里面的一份子 当我们参与的时候 就要令军队壮大 我们参与的时候 就要为神来争战 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需要很努力的 我们要传福音 带领更多人回到教会里面 也要用更多人 融入在教会生活里面 这个我们就能够成为耶和的军队 带领更多人归向神 这集背众的金句是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当手同一个条例 《出爱及记》12章49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